不满被网民指责,逼中止和叛徒副部长反枪,或有因果报应。 简直就是无耻到极点。自己被叛选民作反骨仔,还要在国会逼中止,现在还要无耻到诅咒网民、叛徒、大选等报应吧。 昨天,反对党在国会下议院指控中止与原产业部副部长威力,在议会厅内述中止后,引起网民的不满,纷纷在他的面子书专页留言批评他。 尽管面对网民的巨大批评,然而威力不仅没认为自己有错,反而还坚称,当时自己只是举手做事警告,而不是比中止。 昨晚,威力在面子书专页,上载他在下议院代表部门总结辩论的视频,结果引来网民的不满。 根据网民留言,有者指他书中之无理粗笔,更有人批评他是西蒙叛徒。 当中,有一名网民Indo Inley写道,婆罗州高原牛鹏毕业。威力真粗人。 随后,她也反击这些批评她的网民,小心会有因果报应。 她说,给我看看我在哪一部分的演讲用了粗话。 若你连演讲视频也看不懂,你读了再多的书也没用。 你是在山寨学校毕业的吗? 根据那个视频显示,当时我是举手,不代表我述中指。 那是警告手势,不是笔中指。 你往下定论,很快就会有因果报应。 她坚称,尽管她在喜来登政变时推出公正党,但她并不是叛徒。 我没有背叛。 马哈迪辞职了,我必须开始新的旅程,把发展带来我的选区。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做了什么,就不要忘下定论。 否则,你就会有因果报应。 这位原本是公正党国会议员,但是他在喜来登政变期间,追随厄骂国会议员阿兹敏等人退党后加入土团党,进而导致西蒙政府。 也没见过了,你看看。 在诡论的是今晚结束, busnak管。 这个感题是中国会议员的离分 Angela dittap。 difficultiesАirement coin crimes事势。 但是 unsafe und安全不过 chief势员电话天下的人你能不能够修员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